张大仙的XYG季后赛一门游 为什么昨天还是五连胜横扫对手的XYG 在今天却是大比分惨遭淘汰 为什么当大家都看好XYG的时候 EDG却能在无人的角落里站了起来 毫不客气的讲XYG不管是教练组还是选手 在今晚都失了指 第一局EDG直接从BP开始给XYG教练组上课 你一楼就所下幻神级别的T0打野功本 我反手拿下胜率最高的鲁班父子组合 当你XYG还觉得双方势均力敌的时候 EDG最后一手打野盘古重出江湖 把宫本克制的死死 开局九月宫本带着阿黎一群人反盘古的蓝buff XYG这边四打三成功反走蓝 但是呢 盘古一个人给EDG顶起了一片天 自己打完红立马进XYG的蓝区 并且顺利拿下蓝buff 到了中期九月宫本打团想进场 简直吃人说梦 盘古一个人对着九月宫本一顿躁 护鞋的连泼在一旁都看呆了 对着九月说 哥你刚刚不是满血过来的吗 怎么现在血量比我还少 零了零了零了 自波云太凶了 一个阻在两个砍 对 九分钟最后一波团战 九月宫本终于找到机会进场 并且大招锁定了敌方C位一心 可是盘古看到九月宫本大招落地 盘古立马过去给九月一个缴械 九月当场被废 XYG团战一泄千里 鲁班拿下三连决胜 EDG九分半光速 推掉XYG水晶 拿下第一局比赛胜利 屏幕前的大仙傻了 第二局XYG赢了 但是赢的也很丑陋 EDG拿了一个加罗大后期阵容 XYG则是敌人杰 蒙田压塔阵容 再加上露娜XYG 中期就可以有非常大的压制力 五分钟XYG 凭借阵容的中期强度 就是有勇气来进EDG的蓝区 所以西和张飞提前蹲在EDG的蓝桃里 但是那此时的九月露娜却出现在了敌方红续 并且还要去吃下路这波兵线 这波XYG五个人完全不像一个团队 五个人在五分钟 并且在敌方势力范围内摆出来一字长蛇阵 打蛇打七寸 EDG深知这个道理 果断集合 对中间的敌人杰发起冲锋 成功击杀敌人杰 XYG舌头和舌尾 此时才反应过来 向中路集合 但是已经晚了 豆子没了 这波机会早得太晚了 7分钟XYG蒙田大招一开 江子牙大招再一开 豆子无情点塔 EDG这种大后期阵容完全不敢抵挡 XYG终于想起了这一点 不断的压塔压塔 13分钟XYG平推到了EDG下路高地 一次团战都没爆发 真就是平推拿下了这局比赛 再讲第三局的时候 必须得提一下EDG的大腿是谁 上单和射手是EDG的绝对大腿 其中宁知是昔日和九成同时代冠军队友 战坦都很给力 而射手则是单摄把板毒死亡 但是呢 他的游射如马可公孙黎这类英雄 却是差一点意思 所以EDG这局 马可不出意外的果然出意外了 4分钟马可基本没打出被动的情况下 并且在装备还没有莫氏的情况下 进化加大招来了一波蜻蜓点水 然后被XYG顺利击杀 一分钟后马可有了莫氏拿了队里的红buff 本来要之冷的时候 可是呢 因为之前蜻蜓点水交了进化 被牛魔大闪控制的动弹不得 这波掉点之后 XYG进入非常平淡的控红环节 接下来的十来分钟 EDG的射手再也没吃到过红buff 要不是后期XYG上头 压高地掉点EDG 估计风暴龙王都看不到 22分钟 豆子鱼姬输出拉满 先是一个人单挑龙王 随后五人集合 鱼姬大招踩中关羽 不断平位 闪现飘移 团灭EDG 第四局XYG 又是一幕经典不沟通 五个人你玩你的 先是中单灵梦 被EDG三人围攻击杀 随后九月的竟传送下来 觉得可以对EDG进行反打 于是EDG也不惯着 一波团结的力量 五个人集合推中路 五打三完全不需XYG XYG前期被打得天崩地裂 此时豆子既没有推掉下一塔 也没有赶到团战的地方 真的很难想象 小妖怪五人是KPL四强 16分钟EDG破XYG高地 豆子孙上香不断输出 但是打得全是复活甲 没有办法龙兵还在 XYG水晶告破 第五局EDG拿到马合体系 这把EDG打得非常有思路 前期集体帮助明知马超发育 三分钟围攻酷鞋的项鞋 酷鞋一个人孤苦伶仃 被马超拿下一血 随后的团战EDG火舞 简直是XYG双碎的恶梦 只要有闪现 不管一闪还是大闪 都可以命中XYG 16分钟XYG一波莫名其妙的开团 彻底葬送了自己的赛点局 马超卡在XYG四人右侧 九月还在家里赶来的路上 此时EDG可以说就是摆好了陷阱 等着你来踩 这波不知道是谁的指挥 西河鲁班大师 一个闪现加大招就是去开人了 他甚至连一技能的击飞都看不上 迫不及待的 就闪现大招上去开团了 九月不在XYG 输出完全不够 动手了就被团灭了 果然马超一出场 XYG后排直接被捅满 第六局是双方打的最精彩的一局 这把不仅出现了 豆子里原方及时止损 秒杀后裔的名场面 更是出现了EDG 多种控制完美衔接的画面 和宫本武藏极限清兵线的力挽狂澜 这EDG中路集合五人 对着灵梦周瑜火力全开 灵梦当场傻眼 那天呀 五个大招 全部给了灵梦的周瑜 九分钟西河关羽雷霆半月斩击杀牛魔 随后XYG想要开龙 此时EDG再次上演 完美的控制衔接 先是后裔大招一键贴枪飞 XYG三人被逼成一条直线 随后牛魔大闪落地 击飞XYG三人 而吕布大招落地紧接其后 再次上演击飞 XYG团战大败 被击杀三人 最后EDG后裔开始拆塔 豆子里原方在团战后就没回家 而是躲在草里当老六完成小止损 16分钟 豆子走位太上前被EDG强开 可是EDG这边后裔闪现上去 想补输出 结果直接闪到了关羽 的脸上 酷鞋关羽毫不客气大招直接推他进墙里 EDG被XYG击杀四人 上路有兵线 XYG只要击杀残血弓本就能直推EDG水晶 将比赛拖进巅峰对决 可是弓本复活甲铭刀成功地拖住了XYG中人 后期EDG后裔出了法球流装备 血量护甲都非常厚 XYG关羽根本切不死他 XYG遗憾淘汰 并且无缘下个月的挑战者杯